一般来说,特种部队是各国军队经营中的经营,极为宝贵,是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才会出动。 如果有国家出动特种部队是为抓偷牛贼,你相信吗? 因尼日耳南部的马拉底地区和与尼日利亚边境之间的茂密森林中发生偷牛案件,这些犯罪组织为勒索赎金而进行绑架,为垄断贸易而大规模偷牛,导致了两国国民之间人人自危,互相争斗,上千人丧生。 最后两国采取军事行动,出动特种部队打击偷牛的盗贼,目前,打死30名北徒,俘虏12名,拆除12个宿营地。 多年来,两国边境地区从事农牧业的村民,就一直是偷牛贼的目标,通过袭击村庄,偷走村民的牛,并绑架当地人索取赎金,为躲避抓捕。 这些犯罪分子利用贯穿萨巴拉、卡西纳和卡杜纳州的鲁格古森林进行躲避,为防止废徒的袭击使村民们组成灭兵保护自己,发现可疑的土匪,直接将其杀死,虽然避免财产损失。 但遭到犯罪团伙的报复,从此不分清红灶白地,进行杀戮和纵火,使得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今年6月下旬,在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发生一起针对农村暴力事件中,12百多人丧生,迫使尼日利亚政府于4月增散巴拉地区,调动军队打击犯罪分子。 据统计,该暴力事件已经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对于非洲这类暴力杀戮冲突,透牛事件原因,是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民与从事木业生产的木,民之间围绕土地进行的对抗的矛盾。 非洲地区经济普遍落后,土地贫瘠,对于农民和牧民而言,贫瘠的土地和牲畜,是他们生存的根本,一旦逝去,将难以生存,因此必须抗争。 这也成为这起事件的导火索。 亲爱的朋友请关注爱正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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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